现在我在这个荆州古城这边 因为坐过站了 坐过站我得再往回走 走到东门那边 你看这边有一个旅行团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确实 这个旅游行业经受重创 但是这个旅游团 我估计也是本地的 本地的或者周边的 因为这么早 现在九点 这么早就到古城这边来转一转 那肯定是起的比较早 起的比较早的话 起的比较早 有可能是昨天 因为旅行团 它有一个集合的时间 要么就很早出发 因为要把这个人聚在一起 很早出发 两日游 也有可能是两日游吧 就昨天出发过来的 然后今天逛古城 对吧 这样一个概念 今天一大早就集合起来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 一般一般旅行团不会不会这么这么住啊 大早晨你说让人们集合这么早就来到九点就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应该是周边的 周边的昨天 昨天昨天来的昨天来的荆州这边吧 今天逛一下古城是吧 确实古城是 那边是那个关公巷 关公巷基本的拆的差不多了 整个古城还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的 真的还是推荐时的一来的 我不知道他们待会去哪 去青州的景点 景点就这些吧 因为像 这团应该是 生个老年团 老年团 古城转一转 然后 然后再去哪里 再去养码头 养码头看一看 一般也就这几个景点 还有 还有 还能去哪 大家觉得还能去哪 那个这边有导游啊 喊大家赶紧赶紧走赶紧走啊 像国内导游吧 现在还有点事干 像这个国际导游 现在一般都歇菜两年了 对吧 真没办法 真没办法 所以 这个怎么说了是吧 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嘛 起起伏伏 国际导游呢 做出国游的 好赚的时候 确实也赚钱是吧 但是 这两年是 怎么说 那句话叫做 各领分烧数十年吧 是吧 十年和东十年和系 这个 这个 谈的理事得看这个问题吧 因为我走这边啊 就就就不和他们一起走了 他们应该是 我觉得也可以去一下那个隐城遗址是吧 平开那个景点隐城遗址 那边正好也有条双眼街 因为旅行团吧 好大一部分还是靠购物的 靠购物 那边能购物起码 导游这个团费了 什么能挣回来 这就这样的概念 那个旅行团在马路那边啊 就往那边走 因为旅行团啊 它和我们这个自由行不一样啊 散客不一样 因为旅行团 它要考虑的因素是很多的 比如去的景点啊 它不能去那种 就是接待能力特别特别小的是吧 你像那个 像那个我们说这个 像张华市 张华市很有名啊 但是张华市这个 它的考虑啊 我这个大巴车 过去好不好停车 是吧 有没有停车费 就考虑这个景点的一个接待能力 是吧 你这么几十个人放进去 是吧 它能不能还容得下 是吧 好多的因素 所以这个整个的旅行团的设计 它还要考虑到安全 各种各样的 当然我们看到的 总是这个 就是这个黑导游 这个宰客了 是吧 换句话说来 哪个行业都有这些 那个我们说的所谓的阴暗的地方 所以不能说 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 就怎么怎么样 是吧 我们还是要去 真的去了解整个的 尤其旅游啊 旅游这十年二年吧 确实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遭阳行业吧 是吧 当然现在情况 嗯 没有办法 但是一旦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说这个疫情过去啊 经济恢复之后啊 这个旅游还是会迎来很大的一个发展的 当然国内游现在好多都都转成这个 自由行 现在呢 年轻人一般是那种 年轻人拜坑团 但是现在有一种模式就是 带一些交友的性质了 带一些这个研学的性质了 就这些还是可以做的 我们做那个二十路车 二十路车 进入早林 早林那个地方啊 早林那个地方 应该也算一个交通要道吧 因为你像那个 荆州在那个 长湖的北面 那些那个激南镇 他要先 如果来市中心啊 他要从那边先找过来 刚才走了一辆 走了一辆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旅行团到那边 大巴车停在那边吗 有可能大巴车停在那边 因为大巴车有时候 他没地方停 你知道吧 那很麻烦很麻烦 停车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个现在上车了 二十路车还是挺多呢 你说这个 其实我从那个 从那个哪 从那个 三十中山百货站啊 到这个 到京都古城这边啊 也用了接近 接近那个四十多分钟吧 其实 其实我们说这个 中心的成本 也挺高的